前首相敦马迪因为一羁筷子顿而交之踏伐 他今天首次回应 表明旨在点出种族间的文化差异 更重提有必要扶持乌易的论调 认为华裔善用商业机会 但是乌易却是滥用机会 如果政府让各族公平竞争 恐怕乌易难以分得以备功 有句话说受人以余不如受人以余 前首相敦马哈迪的不落政策 一直在华社引人诟病 但必须服侍华裔的论调 老调重弹 再重弹 依旧掀起波澜 多马今天接受City Plus电台专访时 就以自己第一次出任首相为例 这位华裔获得的商业机会 比在英殖民时期来得多 相比之下 前首相东国阿多拉曼掌权下的 乌易的需求遭到忽略 以至触发1969年种族冲突事件 他直言 乌易不像华裔般懂得善用机会 甚至滥用机会 更不用说 要从以华裔为主的私人商业领域 得到利益 也因此 如果要给予各族同等机会 公平竞争 乌易恐怕连门都没 在商业 如果政府不帮物业 谁来帮物业 重申必须不帮物业 扶持物业 不过与此同时 他认为 要说政府只一味的帮助物业而已 也是不正确的 因为华裔同样获得机会 他更首次针对道德满城风雨的 筷子论作出回应 否认大打种族牌 强调只是找了个例子 点出种族间的文化差异 却被极端分子借机炒作 另外 敦马也针对行动党表示 华剑在选举中必须赢得马来人的支持 否则难以执政中央 而这也是为什么 火箭调整策略 包括委派马来候选人出征选举 但遗憾的 物业还是不信任火箭 而问及来届大选 即将踏入97岁高龄的敦马 是否还会披甲上阵 甚至是否还有意愿任相 敦马给了似是而非的答复 但我稍得很幸运 因为我并不渐 我并不渐 我不在其他人 不渐 我认为主持人权 我认为主持人权 但是我认为主持人权 但是我会非常强烈的支持者 所以,Tun,有什么政策的政策是参加官的官方的政策 在第三次吗 不,我认为我太长了 东马表示首相工作太过繁重 因此不认为应该三度任相 但与此同时他表明自己的党 强烈希望他继续担任首相 这样的说辞是否埋下伏笔 看官邸自行宣誓了